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飛地土耳其安卡拉 和土國外長卡夫索洛 舉行會談 召開聯合記者會 商討打造海上 運良通道的事宜 沒想到台下去 有烏克蘭記者 單刀直入 逼問拉夫羅夫 當場指控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竊取財物 烏克蘭記者一臉正氣 讓拉夫羅夫當場愣住 直到烏克蘭記者 繼續提問才回過神來 儘管土耳其積極斡旋 希望俄烏雙方 能夠協調開啟海上走廊 出口烏克蘭的鼓舞 但俄羅斯卻反控使烏克蘭 在黑海海域港口 布滿水雷 世界各國則因因期盼 烏克蘭能運出糧食 只不過烏克蘭卻也憂心 持續封鎖烏克蘭港口的俄羅斯 假借開放海上運糧通道之名 其實是要藉機對烏克蘭南部的港口 發動攻勢 而普丁背後的盤算恐怕就是想藉由 前置糧食和能源等重要籌碼 逼迫西方各國解除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儘管普丁嘴硬強調俄羅斯經濟依然健全 事業率低 但民間所見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除了俄羅斯二到四月 賣場失切率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八 許多賣場被偷怕 更將奶油 起司等漲幅明顯的商品上鎖 外國商家餐廳挺供 進口車 鐵路 飛機 更開始缺乏更換零件 讓不捨專家預期 靠庫存支撐的俄羅斯 經濟恐怕撐不到秋天 就算普丁打中臉充胖子 恐怕也難以貧富 民生衝擊所引發的反彈聲浪 三里新聞 為人君報道